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在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邱振海 咱们中国人已经有句老话 这句话不一定对 说出来跟大家参考一下 说女人的心 天上的云 然后说女人经常会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现在我把女人这两个字 换成蓬佩奥一样的 蓬佩奥的心 天上的云 前天她还在说 她说我们有足够大的证据 一大堆证据证明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昨天在计划会她说 没有 还没有证据 然后观点问题说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好吧 好吧 今天早上7点钟 早上评论节目当中我就说 我说我跟你讲个故事 就是说昨天是说黑的 今天说白的 然后你问她 昨天不是说黑的吗 今天说白的 她说黑跟白是一样的 你别问了 对不对 这个事儿妇女都不会做的 这个开玩笑 这只有蓬佩奥才能做出来 好了 讲到妇女 咱们马上看看美女啊 过去去叫 这年头生活还是要有点希望的啊 来看看美女 打开一看 哎哟 放大一下 然后这是白宫的新发言人 据说她的前任去年9月份 后来她干了五六个月 三四个月 这一次发言也没出来过 这一次她总一出来了 出来了 其实她不说话也就够了 给人家看看 关于她说了几句话 她说什么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disappointing and frustrating 是令人失望的 令人沮丧的 我如果在现场的话 我就跟她说 Tell your boss Ask your boss why 告诉你的老板 然后问问她是为什么 都是他们造成的嘛 然后那个二老板也很坏嘛 对不对 这二老板就是天上的人嘛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 逢舟必反 必将是中美投钩 然后连Wall Street Journal 大家知道啊 《华尔街日报》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保守 他也说了 他现在这个中美关系 已经降到了顶点 然后《环球时报》 更不用说了 说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咱们中共中央集关报 这个《人民日报》说 美国推折是赤裸裸的政治讹诈 然后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问蓬佩奥说 说你有大量证据 你就拿出来呗 关键人家拿不出来呀 对不对 好吧 这个事咱们就别追他了 要不然这蓬佩奥 哭哭嘀嘀咱们不好意思 好了 后面我们看看信报 和Defense One 说美军威慑 轰炸机三天 两次抵达东海 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兄弟也是 这兄弟长得没挺帅的 但就是缺乏那种charisma 缺乏那种明星般的光环 对吧 这个男人有时候长得帅 不是问题 观念是要有光环 你一出来 人家就能感受到 你身上的气场 这兄弟就没有气场 你发现吧 是吧 人有他有是这样 化学成分不对 但是他说 美军在南海行动 向北京传递明确的信号 好吧 你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听 然后传这个中国时报报道说 传尼米兹 5月5.20要到亚太来了 尼米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面不是染上 不是染上一致病 染上啥病 染上那个新冠肺炎吗 好了 现在5.20要来了 我就说嘛 5.20美国不会消停的 所以美军动作频繁 台海三一一来 后面还有风满楼 好了 同时咱们看看 中美关系导致人民币也跌了 跌到7.1的低位 香港星道日报报道说 同时呢 这个Financial Times都有报道 说这个中美关系紧张 现在也是中美的贸易协定 也受到影响 路透社中文网报道说 中国称兵把关税当作武器 回应美国的关税威胁 现在美国什么 又是撤供应链了 又是惩罚了 又是关税了 我倒要想看看它 它工具里面还有多少 还有多少工具可以拿出来 然后同时 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 他说会在一两周之后 报告中国有否旅行协议等等 算了 你那个国务卿已经是 蓬佩奥的心天上的云 难道还要让我再把这个名字 再换一下 变成特朗普的心天上的云吗 我都不太好意思 然后呢 路透社报导说 美国参议员呼吁 特朗普限制对华 这个科技出口 就是不要伤害国内的芯片企业 你想得到美 又想制裁中国 又想不伤害自己 中国人民有一句老话 叫损人 并不立起 对不对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世卫组织派专家 再赴武汉调查病毒的根源 然后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 说中国暂时不邀请国家专家 调查病毒的源头 这我要说一下 这《联合早报》 基本上可能是个年轻编辑 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 只是不可能在日内瓦的 也不是程序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是在纽约 是另外一位高级外交官 中国驻日内瓦 是住在联合国 日内瓦 要跟那些机构打交道 有另外一个代表 那叫程序 不要搞错了 《联合早报》 再吃几年饭吧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国报》 有个报道说 中方决定参加世卫 全球抗议合作商业 你看 现在全球领导力 基本上就是中国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和《香港文明报》 报道说中国足额交纳 2020年的联合国汇费 这跟美国两项相比 高低利线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联合早报》和《香港大公报》 都有报道 说特朗普拉盟友卸责中国 当然没有取得成功了 然后英国的卫生大臣说 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显示病毒是人造 于是川普一夜改口 呈白宫抗议消除 无限期运作 因为本来他的一个task force 他说要什么 要解散了 解散了 就等于说他人呢 我打个很恰当的比喻 他人呢揽了新冠病毒 揽了新冠病毒 然后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说把疫症赶走 把疫症赶走 这不是脑子有毛病吗 好了 然后同时我们说这个 但是证据显示 不是证据显示 那个什么名义显示 American deeply aware of opening economy 这个美国人还是意识到了 这个重改经济 但重改经济背后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的疫情没有走 而且昨天我们说到一些说 疫情现在变异了 没有变种 但是变异了 这问题很严重 小洋村刚来 疫情已经变异了 好了 特朗普说 他说这次疫情 对美国的打击超过911 也超过当时的珍珠港事件 他的女婿 当然也有很多事了 然后像关键问题 在西方国家 要高度关注这inequality 就是那个贫富不均 因为贫富不均 是资本主义解决不了问题 我一再说 贫富不均只有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解决 对不对 所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 遇到危机 它的贫富不均一定是巨大的上升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说微软公司 CEO开心得不得了 他说我们两个月 就完成了两年的转型 我把他的话翻译一下 说两个月 就赚到了两年的钱 那有那么多人赚那么多钱 自然有那么多人 丢那么多钱 所以在这里面有色人种 有色人种在美国 这是受到重大的歧视 所以这里面你看 又是贫富不均 又是种族主义 这已经两个问题了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 《联合早报》和《newsweek》 报道说调查显示冠病 这个疫情爆发 美国有近20%的孩童 必须要挨饿 20%我数学不太好 这算一算 这是五分之一了 这开玩笑 五分之一儿童要挨饿 这是在非洲吗 这是在拉丁美洲吗 No 这是在美国 这开玩笑 然后同时CNN和《香港零一》报道说 新冠肺炎说美国烙肉黄 没有肉吃了 他说现在美国的meat industry 做肉的行业 说什么supply chain 它的供应链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烙肉黄 好吧 美国烙肉黄 我也是醉了 同时文汇报和卢德州报道说 全球恐怕有20万个医护 中召国际组织出各国要喝茶 那么英国的研究显示 其实病毒从去年底 开始就已经传播了 你看来自法国 来自英国 来自美国的加州 前一阵已经说了 12月份都已经有的染病 已经死亡了 就是我说的嘛 每年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 是常规的流感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根本没有发现 以为那是常规流感 其实已经在爆发了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 现在据说那个啥 有一种新冠病毒 抗体和病毒快速的合成法 然后世界日报报道说 和制约相反 改兰早期暂时抑制免疫力 反而有助于预防症状 好吧 这就像抽烟一样 有人说能够致癌 有人说能够致癌 能够治理癌症 他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听 然后关了这个事 咱们要 他一说四位专家警告说 疫苗恐怕永难免事 喂 兄弟 生活已经够艰难了 你稍微给我们条活路好不好 哪怕你跟我们说五年以后出来 我们也能够有点信心啊 对不对 此时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好 然后呢 Financial Times 这个在华硕的中规中矩 Faxing search demands global collaboration 他说这个寻找这个疫苗 是需要全球的合作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事 在未来几个月 如果在今年十月份 或者八月份之前 哪个国家先做出疫苗 能够把全世界 节奏处置到人道主义危机 这个国家以后 在地缘战略上 一定21世纪就是它的了 而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 能够率先做出这个病毒 不是做出病毒 做出病毒的疫苗 而这恰恰是美国最近 非常恐慌的一个 至少是原因之一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香港大公报》 核心研究都有报道说 封城打断结核病的防治 五年内恐死140多万 现在还有很多 这英文叫side effect 就是负面效果 零碎的 那一个是 现在大家都在抗病毒吧 对不对 一个是种族主义 一个是贫富不均 还有今天瑞士 新苏利时报有篇报道 里面讲到 未来有十个看不到的后果 里面有第一个问题 就是其他的一些 本来很难治的常见病 以后将更加难治 比如说肺结核就是一个 比如说心血管 比如说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把 资源集中在那个身上去了 那些病人好像不是病人一样的 但那些病人也是很危险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今天 由于是德文呢 我们就不放上来了 我就口里说一说 十个 如果大家感兴趣明天 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然后那个Financial Times 和《香港当工报》 还有个报道说 疫情重创 欧洲GDP 今年有可能要跌 7.4% 全球科技业大裁员 Uber 可怜的Uber也裁员 疫情新常态 考验各国的适应能力 欧洲各国协商 判暑假能够重启旅游 告诉你 女士们 先生们 在欧洲 暑假要旅游是不可能的 在自己家门口 花园里坐坐 这是可能的 同时Deutsche Weller 德国资深中文网 报道说 德国各州可以自行决定 防疫的速度 然后路透社的英网 又相同的报道 这兄弟又来了 这兄弟一来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发现 他的头发原来是可以梳好的 你看 此时时刻就输好了吗 这女朋友对他一关心 生了一个孩子就输好了 这时候就没输好 他乱的时候更乱 好了 他说 周日宣布解封战略挺好 其实Boris Johnson 这个还是一个性情中人 其实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政见另当别人 大家有时候 I was shaking hands with everyone 我跟每个人握手 这个时候咱别学他 WHO警告各国 说不要过快解除疫情的防控措施 然后普京 说俄罗斯连续四天病离破万 普京支持率有所下降 然后日韩交恶 连防疫资源都不屑 然后日本现在搞了一个双头鸟 把它作为一个防疫的一个神物 挺好 过去说吧 好了 最近呢 朝鲜的事儿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 这个大家就不要猜了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朝鲜和韩国之间的事儿 韩联网报道说 消息称朝鲜平壤附近 导弹后勤基地即将建成 然后韩国的情报警官说 金正恩没有接受过心脏手术 你看 韩国出来为朝鲜辟谣 这个兄弟情也真够可以的 然后呢 金正恩简露面 韩国的情报研究院研判 是专注在军政抗议 韩美外长通电话 讨论防卫费用的一个分担 谈判问题 这个特朗普大家知道吗 应该是两年前了吧 2018年6月12号 他和金正恩两个人在新加坡 他们之后下午4点钟 出来见记者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 我要从韩国撤军了 because it's way too expensive 然后当天晚上很多日本人 韩国人跟我打电话说 怎么回事 我说我怎么知道 那你们的事儿啊 开玩笑 他说是不是要从韩国撤军了 所以你看特朗普随便说一句话 地球抖三抖 地球抖三抖 原来特朗普认为这太贵了 所以从此可以看得到 特朗普脑子当中根本没有战略 他根本不知道战略为何物 他基本上就是个算盘外交 你拿到了他这一点之后 基本上就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 OK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新道日报 新道日报有个报道说 三星太子向全民道歉 承诺金英权不传子女 同时路透社和明报都有报道说 说这个美国起草先规 允许与华为核定五级标准 我对这个消息我还有点 相信这样一线 英国啦 德国啦 法国啦 都没问题 美国能这样做吗 沙特有产将减到每天六百万头 沙特人民 这一届沙特人民还要不要活呢 还有俄罗斯呢 同时我们看哈梅尼伊朗总统 说伊朗有能力达成将卫星发射到 这是多少 三万六千公里 高轨道的一个目标 行啊 别闹了 兄弟 然后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个否决国会禁止 向伊朗使用武力的决议 然后呢 这个五角大楼 自己承认2019年 美国的军事行动 导致了全世界132个平民死亡 没有保护平民 反而是平民死亡 现在不是说委内瑞拉 粉碎一个政变吗 委内瑞拉还说 两个美国人抓住其中 有一个是白宫的保镖 是特朗普的警卫啊什么的 我是不太相信 但特朗普宣自己也出来否认 他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听嘛 好吧 然后呢 伊拉克国会的批准 卡拉德西米内阁政治危机 终于化解 以色列最高法院批准 内塔亚胡处建政府 这兄弟也不知道 第几次当总理的 这个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疫情影响邮寄 投票无望 波兰总统大选延期 我觉得这个波兰总统大选延期 波兰这两个字可以改一改 改一改 到今年下半年改成美国就得了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撇开联合国 美国单方面拟定月球的一个开采协定 这 哎 月球是你美国一家的吗 对不对 这个 北京人说 你以为你是哪根冲啊 这开玩笑 南极不是你的 南海不是你的 台海不是你的 月球更不是你的 那是全世界人民的 好 拿啥 携手 这个汤格鲁斯 将首次上太空进行拍片 然后这个应该是Elon Musk 第四个 第六个孩子 昨天我说 是不是同一个女人 那肯定不是那么开玩笑 好 然后这边我们要看看 现在是特教授 特朗普教授出来了 长得像个教授 说的话实在不像教授 参观工厂不戴口罩 这个显得无知嘛 然后关键现场 想起了一个歌曲 就live and let die 生死关头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好像真的有点 有点讽刺的意思啊 好 来 后面看一下打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好吧 尊敬的特教授 尊敬的特朗普教授 犯了一个很无知的错误 这个去参观口罩场 你肯定要戴个口罩 同时的病毒 首先从鼻子里面进去 这大家都知道 其次才从嘴巴 然后最后才从眼睛里进去 眼睛进去的可能性 肯定比嘴巴要 比口和鼻要小 但我们的特朗普特教授 好像不太care这个事儿 好吧 那就这样吧 好 咱们赶紧休息一下 往来以后是中华剧教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看一下中华剧教 好 中华剧教我们看一下 《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 报导说 中共中央政权局常委会举行 研究完善常态化的一个 疫情防控机制 然后习近平说 疫情不确定性还在 孩子比较大 要多出落实常态化的 防控机制 同时《香港文汇报》和《无线新闻》 都有报导说 所谓为会议要求完善机制 三大要点 一个是要改干疾病 改革疾病的预防的一个控制体系 同时要提升疫情的预测预警体系 同时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的一个法规 同时《香港明报》和《中国纪检检查报》 都说防疫事实 这个湖北三千党员干部 将要被问责 同时《中央政权机关报》 《人民日报》报导说 李克强表示 推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政策 加大稳企业保就业的力度 然后同时《香港新报》报导说 人民银行提具体的措施 金融支持复工复产 上海要开始试点 外资内营 就是内地银行 足理财公司 同时《经济日报》报导说 疫情叠加 金融风险 北京要加紧 两会之前拆贷 这个很专业 这个事挺好 彭博同学社和英文的 和香港的《经济日报》 都有报导说 说这个新冠不确定性大 中国有可能会放弃设定 GDP的一个目标 应该说是暂时今年不设定吧 然后呢 反正他们说这个大众 昨天咱们已经说过了嘛 大众Volkswagen 他说它的汽车配件 这个越来越贵 然后说中国需求 已经接近同旭年同企目标 这非常好 这个我一直认为 既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你看咱们看楼的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你感到明天没有希望 你还会去看楼吗 对不对 拿出几百万 一千万 然后买车吗 这个有楼有车 就是中产阶级的象征 如果车恢复了 楼接着看 这就是信心 这个此时此刻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而且中国的经济 它现在已经不但是 一个体量了 已经制成一个生态体系了 过去中国的体量是大 是一个大市场 我们能够承接 能够容纳全世界所有的产品 现在已经不光是市场的体量了 现在是一个Ecosystem 是一个生态体系了 我们的制造业能够自我完善 我们的内销 内需和我们的内销等等 当然如果再有创新 那更就如虎添翼了 但是即便创新暂时还没有 我们自己的内需和内销 这个制成体系 以及够我们活得很好的了 对吧 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China Daily和这个南方早报 都有报道说 昨天的港澳办说 黑暴不除 永无宁日 所以呢 《新导日报》社会论说 中央发抢音 集结力量 这个遏制难炒 同时港澳办出手批黑暴 接有三个 后面还有三招 然后呢 新华网这个报道说 评论要让反中乱港分子付出代价 今天呢 香港的《明报》有篇社会论说 立法会的失序示范事态 瘫痪问题必须要解决 香港电台长 香港政府广播出的处长 梁家长说 港台员工必须恪守约章 以及一国的原则 好 《中央出报》 哎呀 现在好消息啊 同时这个迪士尼也要开了 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说 网上游戏啊 昨天我们不是说的吗 迪士尼呢 小孩子在网上玩迪士尼 小孩子不干了 哎 现在告诉大家小孩子 全国的小孩子 全球的小孩子 上海的迪士尼 5月11号511要开放啦 关键是抢先全球 全球第一家 如果你愿意坐飞机到上海来的话 我们敞开手欢迎啊 同时这个香港新报报道说 内地的物流业也回暖 上个月的这个景气指数是53.6 同时中元宝的事情啊 中修宝的事情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当然现在要损失78亿 据说还有一点赔款 然后呢 香港新报和新华网报道说 这个干预插手纪检办案呢 两年有一万八千多起啊 广州统战部的副部长王强被查 那么现在这个文归报和中国纪检检查报 出了一个政治千刻的真实面目 内美棋底官场千刻苏宏波 搅乱云南的一个政坛 虎门大桥前一阵不断地晃动 后来据说有惊无险 原来是风太大了 那么现在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无关车流量不影响结构 Don't worry 同时香港的《明报》和这个新华网 对于报道说长征舞弊 这个载货试验舱返回 出现一点小小的异常 近日俄罗斯 这个报道说 还有另外一个电台报道说 中国科研团队开发的电磁等离子 离子体推进器 可与传统抨击系发动机相媲 好了 在台湾方面 我们看看蔡小姐 这个纾困民怨 这个老百姓说 蔡英文的钱不好拿 它是有要求的 整产全民 现在这个火箭谁来管 火箭当然应该是科技部来管 然后科技部居然把球 踢到交通部去了 关键是我这人比较邪恶 这个我一看联合报道 踢交部 这啥意思 后来看了漫天 原来是踢到交通部 好吧 这个有时候文字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有时候看得太快 容易产生各种念头 同时这个《香港大公报》 还有一个报道 少年的你横扫八个奖项 笑傲金像奖 多好的事 好了 后来后面咱们要看看 蓬佩奥的心 天上的云 他到底是如何 出而反而黑白颠倒的 这兄弟我也是醉了 这个男人嘛 我们经常说一言九鼎 一言出尺 后面几八 四马难追呢 四马没有四马 你二马也可以吧 对吧 二马追追也可以吧 他居然不是这样 No 他说这个昨天是黑的 今天是白的 你哪怕昨天说是灰的也好 对不对 你今天说啊 我证明灰变成黑了 灰变成白了 不是的 他在ABC News 这是一个日式 维克的根件 节目里说 We have enormous amount of evidence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们有大量的证明 那大量我们的华春莹 翻译人说拿出来啊 你倒是拿出来啊 然后昨天他说 木有 我木有 外面他说 黑的和白的都是统一的 这不是典型的吗 出而反而 黑白颠倒 昨天观念 昨天咱们在这说了 美国的三大专业系统 一个是白宫的Chief Scientist 就是首席科学家Anthony Fucci 说不是的 医学 然后情报界 也说也不是的 然后军方说也不是的 那个上个医学情报 这个军方人家遵守的是 专业原则 只有这个蓬佩奥 和被他绑架的这个他的老板 特朗普这两个人说No 所以我都要问问他们 专业今天在白宫 还能受到尊重吗 好了 有没有听听读 咱们明天接下来聊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等会儿 请不吝点赞 这个月明 Katrina